我們剛剛呢 已經有兩個觀點 第二個觀點的話 我再強調一下 因為下課時候的同學在問 在裡面的 以DK的loop來看待 它的電流跟它的flux 這兩件事情的話 已經是什麼 是代瓜承受的東西 換句話說 是外面給的裡面自己感產生的變化 我就是看到了總共的效應 就是5K更好 所以這個5K可能是 外界對它的感應的 也有可能是裡面 我自己的電流變化對它的感應 所以你已經沒有辦法去分辨說 到底有多少成分是外面給的 多少成分是裡面給的 反正 就是全部通通加進來 在這個瞬間裡面 在某個時間裡面的 IK它對應的這個flux 就是5K 當然你5K在改變 一變它跟著變 所以它們兩個是如影隨形 換句話說 5K跟IK 這兩個東西 我可以把它 都視為最大值裡面的比例的關係 都是用阿法來表示 OK 好 那這兩個一個是從電感 負感的觀點 那一個是從這個flux廠的觀點 那我們並沒有還沒有完全 把磁場V或者是H把它引進來這個能量裡面 所以說你在這裡是 我必須要測量出來我的電感值 在這邊的話呢 我必須要知道我的flux的大小 那如果我的系統裡面 我所要看到的東西是 我已經知道這個空間裡面的差 那個V值或者H值的時候 那空間裡面有多少的 mechanical energy 是接下來我想探討的 換句話說 我要把我的概念 更進一步的衍生 衍生到用場的HV 這兩個變數 這兩個物理量 來表示我的total energy 那 要用這兩個V跟H的curve 這個物理量 來看待它的時候的話呢 那就更抽象了 換句話說 我根本空間裡面有沒有電流存在這件事情 只要空間裡面有場 到底它的電流 那個loop在哪個地方 我可以不管它 也就是說 我只知道我現在空間有 這個空間裡面有一個場 我都知道它在這裡 那我已經不管我的loop在哪個地方了 OK 那換句話說 假設我把我一個loop非常大的loop OK 那這個loop呢 我就切割 切割成小小的 因為我們要引進來 剛剛我們已經 得到的一些概念 那我們就說 每一個loop 實際上total的電流 其實是外面這個 的種子 OK 但是 我可以把這個電流呢 把它視為 每一個小 區域 裡面 都有一個小電流 然後每一個小區域 都有一個小電流 的總共的核 是這個綠色的大電流 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OK 那 我們說 我這裡的 flux linkage 5k的部分 實際上是怎麼算出啊 是 這一個 空間裡面 任何一點的 V Bup DS 然後你把它 整個積分起來的 當然你的DS 是每一個的DS OK 那你就會有一個 我說 每一個小loop 那我說 每一個小的 IK值 那 這邊的VK 這邊的VK 這個VDS K 你都會有一個 然後你把它積起來 就是你total的 的值 那 我說 基本上面啊 我會期待的是 這是一個continue的 所以 我把我的問題 把它再歸納一下 我說我現在要算的 就是一個mechanic energy 然後呢 是一個 在連續 的 分佈的 分佈的 這個region 那這個region呢 是我電流所處的region 所以我的B啊 對我們 之前已經知道說 我這個B 實際上我就可以把引進來 我的better potential 剛開始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要這麼複雜的把 這個better potential 引進來 實際上它指是什麼 你要得到 簡單裡面的時候的話 你必須做的一個 步驟而已 然後 DS呢 你就是你的DK OK 所以 到這一步的時候 我就可以用 我已經知道的 這個數學 STAR THEORY 去把它變成 AK.DL 然後 這個呢 這個DL呢 是環繞 這個AK的 這個CLOSED LOOP OK 那你現在每一個 都是有一個 這個CK的部分 好 那 我們說 我們TOTAL的值W R 這等於2分之1 SUMMATION的 K呢 是從1一直到N 然後IK IK在這邊 我們已經以 ΔWK 來表示 然後 5K 就是這一項 AK 大V LK OK 那基本上面 啊 這一個 物理量 這是電流 乘上DLK 乘上DLK 其實就是 電流沿的這個方向 的大小 那我們把它 進一步把它 寫一下就是 Delta IK DLK 基本上 就可以把它寫成 J 乘上你的 電流乘上你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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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um Current Volum Current Volum Current 就是 體電流密度 乘上你的 Surface OK 這個Surface 是什麼 你看 這是 把它放大來看的話 就是 你這個 小的 底A OK 然後你現在 底L是 這一個 底L K 好 那我們把 我們的 J 乘上 Delta S 底A 不是S 因為S 已經用在這邊了 我們把它用 AK K 然後 乘上 DLK 基本上面 我們把 面積的部分把它放在J上面 好了 我看一下 先不要放進來 因為這邊是存量 這邊也是存量 就等一看 OK 那 這邊 有一個物理量 是 有趣的 就是 你的Delta A 乘上 這個長度 就是你這個的Volum 就是這個Volum 所以 實際上 這個就是一個 小的Volum 那 我說我把這個分 分的N等分 這個N等分的話 是 當N 趨近於無窮大的時候 那 這個Volum 就會 趨近於 D V OK 所以 當這裡 變成是 存量的時候 我就要把 向量 抓到 Current Density 這邊來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 J DV 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 前面的 這個結果 當N趨近無窮大的時候 OK OK 那 你現在你發現說 喔 我上面的 這些關係 現在已經看到 我是跟電流有關係囉 二分之一 OK I I等於 I等於 N 趨近於 無窮大的時候 其實你就已經是把它 積分起來的 的意思 然後呢 這整個部分 就是 AK 然後 DOT的 J 這邊 這是你對整個的 巴倫積分 那這個巴倫 的積分 現在你看到 我現在我的Total Energy 我已經慢慢把它寫成是什麼 跟Current有關係 跟Current有關係 那第一個關係呢 如果你在電穴裡面 你說 電穴裡面的話 其實有 對應電穴裡面的就是 Total Energy 你的 這個 Current Density 的部分 對應電穴裡面的就是 Charge Density 你的 這個 Metapotential的部分 对应电学里面就是Scalate Potential 然后也是 这是在电学里面 你可以去对照一下 现在在磁学里面 你看到的是这个 为什么 看起来好像变得更复杂 Metapotential是我不知道的东西 Firmancy不是我所希望的 我希望的当然是变成V啊 H啊 那既然你要把它变成V跟H的部分 我们就要再来看一下 这一根什么东西有关系 安排定理 Z KH 是不是等于Z 对不对 所以就会发现说 其实我在算这个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它做一个改变 这改变是 我们看到 这一项的东西 这已经没有K了 K已经被档起来了 好 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的A Duck J 实际上就可以写上 A Duck 这样的物理量出来 那 我当然不希望我的K是在这个地方 我K最好把它移到外面去 然后用这个向量的那个分析的部分 去把某些H我已经要了 这个东西A的部分 我又知道 所以我要上用这些我已经知道的机析的 再去做过 他就会说 A Duck K H 其实我可以把它写成 H Duck K 这个A 减掉 A C H OK 就是 A dot B C 其实你是可以一直在买 对不对 但是因为 你现在 他可以作用在他身上 也可以作用在 所以 就有两项 就是这两项 那句话说 到这里 大家看有一点 会觉得说 没有白会功功 为什么 就是我要的 OK 的项 这也是我要的项 因为这是 Color A是B 然后H B 这一项已经保 原来 在这边里面的 这个Ten 就是它 变成B跟H的关系了 后面这一项 我不希望它出现 它怎么让它变不见 就是用物理的观点来看待它了 我们说W Total的值 现在就变成是 2分之1 H B 然后B B 减掉 2分之1 2 Divergent 这边的A Color H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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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ergent Color 进一步的 看这一项 在后面这一项 那这个 就是A Floves H 然后 Dark N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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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这个S是包围这个 B B B S 你把它整个还积分 OK 那我们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我期待是什么意思 期待 可以不知道 这个电流在哪里 对不对 所以我的发问 没有关系 我只知道 空间的场 我就可以不知道 空间里面存在的 这个 所以换句话说 假设我的包人取得够大 包人取得够大的时候的话 我们来看它的这个状态 A基本上面 你看到的 它大概差不多 跟R分之一是成比例 H呢 大概是跟R平方分之一成比例的 所以你现在 A close H 这个dimension 大概是R的三平方分之一成 那在大的底S 底S本来就是R平方的order 所以你A close H 大的底S 这个的order 大概是R三四方 在层上R平方 放之一就是R平方分之一的order 当你的ballin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这个R就是什么 趋近无穷大 这个就会趋近 也就是说 R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这一下 我用这样的概念 我的场 非常 只要我空间的场 知道 我实际上这个路 在哪里 我不管它 在很远的地方 那这一项 基本上 它是要趋近一点的 所以剩下 那句话说 H dot V V的积分 那这个结果 有一个有趣的事情 我说 我ballin 在这ballin里面 the total image 是这么多 这个东西 这里有代表的 包括一个 对吧 那这个就是什么 各位密度 什么的密度 能量的密度 这个就代表 Energy的density 这是我们所谓的 Energy density 所以是三位 有多少 你可以看到 在电穴里面 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 跟电穴 对应的关系 在这里 你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 我们在电穴里面 我们说 电的密度的部分的话 我一样可以有一个 这个 这个 Electron的 Energy density 乘上你的八分 然后把它积起来 这个Energy density 的部分 如果你不见望 把前面翻一下 这是二分之一的 B 现在你看到 我感觉 还蛮熟悉的 这个是电 这个是磁 这边是磁 一样的 我也有一个 Energy density 这边是磁 Energy density 就是 阿分之一的 OK 所以 这边是磁 阿分之一 D D C C 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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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变成W1 一小一平方 一样的 如果你念medium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是变成W1 B的H 把它全部换成B的化 那你也可以把它换成W1 可以看到 对,002medium 这样的 就可以对应的关系有出来 所以 我们今天花了爱中文的时间 我们看到了 我的磁能的部分 可以写成 能量密度的部分 去把它算出来 我也可以把它写成 我的这个 应该等时的部分 把它放出来 把它放出来 看这个是I 如果你要取考量吃感 这边根本没有所谓的吃感 全部都放在一个鹿骨里面的大包围 这个 那不是来得了分析 那这边 因为同样的 你如果不健忘的话 我其实是可以把它写的 2跟1CV 放出来 OK 所以我们见学跟词学 里面你可以有对应的关系 你就看到了 这个对应关系 既然你已经知道说 对应关系你有了以后的话 甚至于我要求自感 我就可以用 我已经求出能量 然后再来求自感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上一堂课讲过的 上一堂课 我们花了蛮多时间 在计算一个红轴变满的猫 变满 对不对 还记不记得 谢谢大家 然后这是拌的A 这是拌的A 这是拌的A 这是拌的电流 然后 我们拌的电流 这个比较好 还记不记得 它现在我们 如果 我用这个观点来看待的话 我既然如果 我能够求出 整个系统的能量的话 那我就可以得出什么 电感 对不对 这个有什么好处 就是因为它是 纯量 所以你处理起来 应该是蛮方便的 才对 所以你说 以这个例子来看待的时候 我只要做两个部分 这个第一个部分是R大零小A 这个第一点 它的挡入 第二个就是R大零小B 它的挡入 那这之前我们已经知道说 这个空间是空间我没有加几张的地方放进来的话 那所以我当R大零小A这个密集子的话 你要去续续续深 它这个辣了的话 拿大零小A的地址 屡 France 好,在这个地区里面,B,我们说R大A0小A的B,VG, 至今我们是不在地区设计算号, Honline,I,I是什么样,。 在率元这个区域的市场的话, I只是Honline,High A5很大, 对不对 所以 基本上 这边是等级 这边是等级 它一开消掉 拆A 光 精灵 阿朗 A 阿朗 你要去求這一個 部分的 balance 在這個區域裡面的 biofensity 在這個區域 它的 balance 的 element 怎麼求 然後 一圈 二趴 R R 然後再擋度 OK 所以你的氣氛是從零吃到 所以這個部分 最難 你可以去算一下它得出來的幾乎 就是R μ1 R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基金的部分 就是R 大於 H 的部分 那最正的基金來講的話 1 2 μ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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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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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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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3 2 2 可以用另外一个关节的切入 可以非常快的看到